典届一罗马拼音自首排列 博弈波198至 山西定乡人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至53年间任财政部长 1954至56年间任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1956至66年间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及国务院副总理 文革期间遭到迫害 1978年后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当职 陈伯达194至1989 福建惠安人 1927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 曾任毛泽东政治秘书之一 兼宏记杂志总编辑 文革期间权力篡生 1969至年间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年后下台 陈希莲1913至 湖北洪安人 19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至59年间任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 1959至73年间任沈阳军区司令员 1971至73年间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 1974年出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陈宇毛远心及四人帮接关系密切 因此陈于198年请求中全会批准其辞职 陈毅191至1972 四川乐指人 1923年与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国十大元帅之一 1949至58年兼任上海市市长 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 1958年任外交部长 文革期间遭到迫害 1972年死于癌症 陈云195至江苏清浦人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至72年兼任副总理 1956年出任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即成为中国共产党七位高级领导人之一 195年代末期 因他对大跃进步热中的支持而渐转示威 1978年重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成为影响力深远的国家领导人 陈在道198至1993 湖北麻城人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游击队 1954至67年兼任武汉军区司令员 文革期间遭到批判 邓拓 1912至1966 福建福州人 1951年任北京市宣传部部长 195至58年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级总编辑 1966年被控反党 遭到批判自杀身亡 邓小平 194至 四川广安人 192年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2年任政务院副总理 1956年任共产党总书记 中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文革期间遭到批判 1973年平反 1976年又遭批判 1978年后成为中国最高领导 邓紫辉 1896至1972 福建龙阳人 192年代为闽戏根据地的领导人 1953年任中共中央委员会农村工作部部长 1954年被任命为副总理 但1955年下被毛批评为右倾保守分子 之后农村工作部解散 傅连章 又名南森富 1894至1968 福建常厅人 曾受洗为基督徒 并在一所基督教医学院接受医学训练 以基督徒医生闻名 193年代初 于江西苏维埃政权负责毛及其他党领导的医疗 1934至35年间参加长征 1952年任卫生部副部长 负责高级领导之医疗保健 195年代末期被迫退休 1968年于文革期间遭到迫害致死 高岗195至1954 陕西恒山人 中国共产党西北根据地创建人之一 1945至54年兼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 1949至54年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954年被指控和饶恕时联合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遭到批判自杀身亡 郭默若 1892至1978 四川乐山人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接受医学训练 成为知名的学者和作家 1945年重庆谈判时与毛友好 1949至54年兼任副总理 1949至1966年任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席 1949至78年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马海德 191至1988 黎巴嫩一美籍人士 日内瓦医学院毕业 1933年至中国行医 1936年至延安 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并成为中国公民 逝世于北京 贺子珍原名贺志珍 199至1984 江西永新人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在江西与毛泽东结婚 产下六位子女 李敏为唯一幸存者 1934至35年间参加长征 1937年离开延安前往莫斯科接受医疗 1947年8月返国 贺从未与毛正式离婚 1949年起在上海疗养 胡乔木 1912至1992 江苏严成人 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就读清华大学 1945年起为毛泽东政治秘书之一 195至66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毛泽东选机编辑 1961年后因健康不佳而为活跃于政坛上 毛去世后成为党内主要理论家 华国锋1921至 山西交成人 19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成为毛泽东出生地韶山所在的湖南湘坛地位书记 1955年华与毛首都会面 197年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1973年被任命为政治局委员 1976年任总理及中国共产党第一副主席 毛并亲定其为接班人 毛逝世后于全面声讨逮捕四人帮中 成为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 1981年被撤去三项重要职位 如今只是中共中央委员 黄敬原名于启卫 1911至1958 浙江少兴仁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年代早期与江青未经正式结婚儿童聚 195年代早期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 后来成为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 及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 1958年遭毛泽东批判与童年去世 蒋南详191至1988 浙江少兴仁 就读于清华大学 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被任命为新民主青年团 后改名为共产党青年团副书记 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校长 196年任教育部副部长 1965年任高等教育部部长 1966年文革期间遭到批判 江青又名李靖海 李云鹤 蓝平 1913至1991 山东诸成人 193年代初期黄敬未经正式结婚的妻子 193年代中期上海女演员 1936年与剧作家唐纳正式结婚 1937年8月前往延安 1938年11月成为毛泽东第四任妻子 广泛认为 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在江青不得以毛泽东夫人公开露面 即不得参与政治的条件下 同意这个婚姻 与毛生育一女李那 文化大革命期间将权力视入中天 毛去世后 选以四人帮领导人罪名被逮捕 判处死刑 缓刑两年执行 1983年检判为武器徒刑 1991年自杀身亡 抗生 1898至1975 山东焦南人 1918年认识江青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于延安整风期间 任中央学习委员会主任 195年进北京医院住院 据说其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1958年大跃进期间重新活跃于政治舞台 1966年成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及政治局委员 文革期间尤其一手主导清洗许多高层中国共产党党员 死于膀胀癌 科庆师至1965 安徽燕湖人 1922年在苏联学习 1952至55年兼任江苏省省委书记 1952至52年兼任南京市市委书记 1955年任上海市委书记 可与毛泽东关系密切 并于1958年出任政治局委员 1965年成为副总理 1965年死于急性一线严 李敏1936至 生于延安 毛泽东与贺子珍唯一幸存的女儿 1994年赴苏联与贺团聚 直到1947年返国 1949年后定居于毛泽东中南海内驻地 北京师范大学毕业 1959年与孔令华结婚 次年育一子 1979年出任全国政协委员 李纳194至 生于延安 毛泽东与江青唯一的女儿 1959至65年与北京大学历史系就读 1997年代初期结婚 育有一子 但不久离婚 1974至75年间任北京市平谷县县委书记 后任北京市委副书记 江青因四人帮之罪名遭逮捕后 被撤职且生活轻苦 后被安排在中央办公厅密书局工作 1985年与刘少奇就任卫士王景青结婚 李先念 199至1992 湖北红安人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4至年间任国务院副总理 1954至75年兼任财政部部长 1983至88年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李延桥 1927至 河北安平人 1938年加入共产党 原为周恩来的卫士 1947年转为毛泽东服务 1948年与韩桂新结婚 1952年任毛泽东副卫士长 1956年任卫士长 后下放农村一年 1962年转赴天津工作 后为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副局长 李云露 至1988 江青同父异母的姐姐 与王克明结婚 抚养江青成人 1948起与江青团聚 后迁入毛泽东中南海内驻地 负责照顾李那 1966年文革初期与其子迁居清华大学 林彪197-1971 湖北黄冈人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国十大元帅之一 1959年取代彭德怀为国防部部长 1969年被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1971年9月政变阴谋夺取毛泉力失败后 乘机外逃苏联 与外蒙古途中坠毁 即上无人幸存 林克1925至 燕京大学毕业 1955年初至1963年 为毛泽东政治秘书之一 田家英为其上司 刘少奇1898-1969 湖南宁乡人 1921年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此学习一年 193年代后其从事地下工作 1942年提倡党内学习毛泽东思想 从1943-1966文化大革命间 成为中国共产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二号人物 文革期间遭到迫害 1969年在未接受医疗的情况下 惨死欲忠 1998年官方决议为他恢复名誉 陆定一 196至 江苏无锡人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4-66年任中共中央委员会宣传部部长 1959-66年任国务院副总理 1965-66年任文化部部长 文革期间遭迫害 罗道让 1915-1969 泰国华侨 于抗日战争 1937-45初期前往延安 1949年后任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副处长 1956年任警卫局代局长 1961年被汪东兴下放农村 1962年任广东省湛江地委书记 文革期间遭迫害致死 罗瑞卿 196-1978 四川南充人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任公安部部长 主持毛泽东的警卫安全工作 1959年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文革前1965年遭到批判 1975年得以平反 在西德手术后逝世 毛岸清 1923至 杨开慧所生之毛泽东次子 193年代遭上海租界寻补残酷殴打 195年代初期诊断得精神分裂症 1962年与毛岸英一双之妹张绍华结婚 197年俩人共予一子毛新宇 毛岸英 1922至195 杨开慧所生之毛泽东长子 杨死后被送往上海 沦落为街头流浪儿 1936年寻获 玄机前往苏联旧读 朝鲜战争时 为中国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的俄语翻译员 195年11月遭美军轰炸而丧生 毛远欣 1941至 1943年于新疆遭处死的毛泽东二弟 毛泽民之子 195年毛远欣母亲改嫁 由毛泽东抚养 毛远欣于是迁进毛泽东的中南海内驻地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 1973年任辽宁省省委书记 1974年任沈阳军区政治委员 1975年任毛泽东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 与四人帮同时被捕 判处17年徒刑 毛泽民1896至1943 湖南湘潭地区韶身县人 毛泽东之二弟 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与新疆省长盛世才合作 后于1943年遭盛逮捕处死 彭德怀1898至1974 湖南湘潭人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国十大元帅之一 1954至65年兼任国务院副总理 1954至59年兼任国防部部长 1959年因批评毛泽东的大跃界而被批判 1966年遭尽 1974年死于狱中 彭真192至 山西取沃人 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1945至66年兼任政治局委员 与刘烧其关系密切 于1966年文革开始 第一位被清洗的政治局委员 毛死后成为主要领导人之一 饶恕时193至1975 江西凌川人 1992年代中期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至52年兼任华东局第一书记 1952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1954年被控和高岗 联合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几遭清洗 死于狱中 人毕时 194至195 湖南湘因人 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1至24年间与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45至年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为中共第五大领导 与陈从英结婚 195年死于脑溢血 宋庆龄1893至1981 生于上海 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之姐 1914年与孙中山结婚 支持中国共产党 并于1949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唐文生194至 生于纽约布鲁克林 其父曾创办中文报 后回归中国 在文革前就读于中国外国语学院 毛泽东英语翻译 后成为毛泽东与政治局的联络员 陶珠198至1969 湖南奇洋人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3年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1961年任中南局第一书记 196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 1966年升至党内第四号领导 但数月后急遭批判 1967年1月起至1969年10月期间遭到关押 因癌症病逝 1978年恢复名誉 田家英 1922至1966 自学成才 1994年代末期起任毛泽东政治秘书 文革初急遭怀疑 1966年5月自杀身亡 汪东兴 1916至 江西易洋人 1922年代中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游击队 1947年任毛泽东警卫 1949年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 公安部副部长 毛泽东卫市长 及负责所有高级领导的警卫工作 1966年任中央办公厅主任 1976年于毛氏事后协助逮捕四人帮 1998年被撤去全部职位 王光美1921至 生于北京 北京府人大学 由天主教会所办 毕业 1946年任中国共产党英语翻译 后往延安 1948年与刘少奇结婚 文革期间遭到监禁 文革后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王海荣 194至 毛泽东的孙侄女 外国语学院毕业 197年代为毛泽东与政治局的联络员 王赫斌 1924至 河北人 1938年加入共产党 1949年8月至1953年9月期间 任毛泽东专任医生 王洪文 1935至1992 吉林长春人 1966年任上海年纺织17场保卫科干事 文化大革命期间迅速窜红 1973年8月出任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1976年因身为四人帮成员而遭逮捕 判处无期徒刑 1992年死于肝病 王明 1994至1974 安徽 路安人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 193年返回中国 在苏联支持下 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人物 其王明28个半布尔什维克派之领导人 与毛泽东针锋相对 其在党中职位随毛的重要性见增而递见 1956年至苏联就医 直到1974年病逝 王任仲 1917至1992 河北景县人 1933年与江西苏维埃政府地区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4年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 1954至66年间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1963至67年间任武汉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文革初期成为重要人物 后被批判 1976年毛去世后重登政治舞台 吴旭军1933至 又失护士 1949年前 于国民党国防医学院接受护士训练 护士学校毕业后调往北京 任中南海门诊部护士长 1996年由汪东兴任命为毛泽东之护士长 1974年离开一组 武云府 194至1969 湖南磊阳人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后 于杨尚昆的中央办公厅行政处任处长 后任卫生部副部长 1969年遭迫害致死 谢富志 199至1972 湖北洪安人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5至59年兼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 195年继罗瑞清后出任公安部部长 1969年后任政治局委员 1962至72年兼任副总理 适适于1972年 198年中共中央开除其党籍 确认其为文革期间之积极参与者 许适有 196至1985 河南新县人 习武之少林寺僧侣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4至74年兼任南京军区司令员 1974至年兼任广州军区司令员 1973年被任命为政治局委员 1985年去世 徐涛1927至 生于北京 1949年北京医学院毕业 1935至54年兼任毛泽东私人医生 后任江青私人医生 其妻吴旭均为毛泽东之护士长 杨开慧191至193 湖南长沙人 192年冬季与毛泽东结婚 育有三子 毛岸英 毛岸青 毛岸龙 193年代死于上海 193年11月 因拒绝揭发毛泽东而被捕处死 杨尚昆 197至 四川同男人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 成为28个半部尔什维克派中议员 1948至65年兼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1965年遭批判 文革后 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副主席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姚文元 1931至浙江朱继仁 曾任上海卢湾区团公委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1969年任政治局委员 主持意识形态 为四人帮成员而被逮捕 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叶剑英 1897至1986 广东梅县人 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国十大元帅之一 195至54年兼任广州市委书记 1966年任政治局委员 1973年起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领导逮捕四人帮行动 是于1986年 叶群192至1971 于延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 林彪的第二任妻子 曾任军委文革组成员 1969年任政治局委员 1971年协同林彪潜逃苏联途中坠机身亡 叶子龙1915至 生于湖南 193年加入共产党 1936年起任毛泽东寄要秘书 直到1961年末失事为止 文革期间曾遭逮捕 1979年任北京市副市长 张春桥 1917至 山东聚业人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1年任为上海市解放日报总编辑 1963年任上海市宣传部部长 1967年任上海市委书记 1966年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 1969年任政治局常委 1975年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976年因身为四人帮成员而遭逮捕 判处死刑 缓刑两年执行 1983年将原判依法简为无期徒刑 张玉凤 1944至 黑龙江牡丹江世人 1966年为毛泽东专列列车服务员 后成为毛的生活随缘 1974年底正式出任为毛泽东的基要秘书 直到毛去世为止 张耀辞 1915至 江西哥洋人 曾参与长征 汪东兴的同乡 任中央警卫团团长 负责共产党中央武装警卫 周恩来 1898至1976 江苏淮安人 1922年代初期赴法勤工俭学 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至76年任政府总理 1956至76年兼任政治局常务委员 朱德1886至1976 四川以拢人 1922年与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年代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 中国十大元帅之一 1949至59年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后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 1956至76年兼任政治局常务委员